- 鬼才知道要到下個月才上 - 它是在8月7號才上 -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 它從昨天開始就大動作了 然後開始做宣傳 - 顯然那個時候 - 野心博物 - 野心博物 所以我們還是來聊一下 - 其實我看這部片有在思考說 - 它時間久了 - 我就不知道我在時間上配合到底有沒有辦法 - 好好的再去做 - 一個專題 - 影片或什麼的 - 因為 -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 - 那個我覺得那個 - 那個流量已經低到 - 我到最後就覺得幹做這個很痛苦 - 好吧 - 要看時間 - 跟自己本身 - 我後來就會變成 - 我後來的感覺就是變成 - 今天那個時候 - 我如果做這件事情 - 我很有成就感 - 我覺得我做這件事情 - 沒有對不起我自己 - 我就做 - 知道 - 如果那個時候 - 做這件事情 - 覺得又累了 - 大家又不愛我 - 那我不要聾 - 好 - 看一下 - 有沒有介紹啊 - 好看一下 - 好這個可以 - 一個人的才華 - 做了鬼才知道 - 徐漢強指導陳柏林主演 - 恐怖喜劇片 - 鬼才知道 - 二零二四年在台上 - 其實他也不是 - 也不是陳柏林主演啊 - 這部片是群戲 - 對 - 陳柏林在裡面的那個 - 那個戲份 - 其實也並不比這個 - 也不比 - 並不比王靖 - 張榮榮 - 然後白白他們多 - 好 - 以返校奪下第五十六屆金馬獎 - 最佳新導演徐漢 - 這回似乎想挑戰恐怖片的更多可能性 - 沒有這部片不是恐怖片 - 這是錯的 - 除了攜手與鬼形象相去甚遠的陳柏林 - 張榮榮擔任主演 - 老實說齁 - 他這個標題什麼挑戰恐怖片更多可能性 - 一開始就是錯了 - 對 - 我甚至都覺得徐漢強 - 徐漢強本來就不該挑戰恐怖片 - 本校嚴格來講也不算恐怖片 - 沒有他就是 - 他就是想要當鬼片 - 但是鬼片就是一整個到最後變 - 就整個變掉 - 好吧 - 劇情與拍攝方式跟典型鬼片相當不同 - 沒有他就不是鬼片 - 拜託不要再 - 主要描述鬼魂在陰間力爭上游 - 發展演藝事業 - 並立志成為臨界最恐怖 - 鬼巨星的故事 - 沒有也許他們在寫的時候是在想說 - 台灣人喜歡看鬼片 - 我這樣講他有那個 - 而這部片呢完全是以陳柏林當主角的那個 - 來介紹的 - 由陳柏林飾演的過氣男鬼 - 馬可多 - 馬可多 - 但前導預告片中 - 穿著一身紅衣序留長髮 - 令人好奇 - 既鬼扯後的台位黑警後 - 他還會帶來什麼全新風格的 - 沒有我告訴你 - 他完全沒有帶來全新風格的 - 他就是演他自己 - 導演徐安強也分享 - 因為他真的很帥 - 所以速到形上時 - 必須讓他擺脫帥 - 越落破層 - 越讓觀眾忘記他是 - 沒有也沒有啊 - 哪裡 - 沒有啊 - 而張榮榮飾演的天后女鬼 - 凱撒林 - 出了研究電影大法師的經典下腰 - 往後走的動作 - 還有許多動作浮誇 - 表情猙獰的情節 - 讓他在拍片時經常笑說 - 害怕下巴會多久 - 這部片 - 幾乎所有人都是表情浮誇 - 動作浮誇表情真理 - 我甚至覺得那個什麼 - 徐漢強那個 - 的指導方式跟那個 - 九把超是一路的 - 就是綜藝動畫效果 - 鬼才知道劇本由徐漢強與蔡坤寧一同完成 - 蔡坤寧成以電影下半場入圍2020年 - 台北電影獎最佳編劇 - 兩人從前導概念影片開始合作 - 徐漢強原本想要拍一部比較輕鬆的喜劇片 - 沒想到鬼才知道 - 從劇本開始一點也不輕鬆 - 修本次數超過20次 - 中間經歷無數次撞強期 - 但他坦言 - 前導太成功 - 也是壓力超大 - 徐漢強表示 - 當初前導只是一個概念 - 當故事繼續發展下去 - 必須要讓觀眾能夠迅速進入陰間世界觀 - 並且在掌握喜劇節奏下 - 要讓每劇對白都不令人尷尬 - 尤其這次加入許多意想不到的新角色 - 每個鬼都有自己的故事 - 來到陰間加入陳柏林所飾演的Marcoro團隊後 - 展開新的鬼聲 - 鬼聲 - 老鬼陳柏林與張榮榮 - 原本在前導的演出就獲得熱烈迴響 - 兩人對於電影都抱持最高期待 - 陳柏林一收到完稿劇本 - 當天一早馬上打給徐漢強說 - 這劇本也太棒 - 陳柏林從讀本排戲到開拍都活力十足 - 完全是Marcoto本人 - 陳柏林說 - Marcoto這角色將會打破觀眾對我的想像 - 光是造型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 欸拜託 - 胡子簡直省來一筆 - 她最大的差別就那個胡子而已 - 靠北啊 - 她什麼都沒變好不好 - 她到底沒有看電影啊 - 她到底沒有看電影啊 - 她都沒看電影 - 好吧 - 沒沒沒 - 這個是宣傳稿嘛 - 而且還有許多超乎大家預期的劇情 - 絕對會在大螢幕前笑凡 - 確實 - 我等一下再講一下我覺得陳柏林的那個 - 老實說我覺得她並不是這部片裡面那個表現最好的人 - 她算是稱職啦 -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陳柏林 - 從我看鬼扯到她其他的電影到現在 - 她基本上 - 就是稱職而已 - 她很適合出現在這裡面 - 但是她從來沒有 - 做出 - 任何超出我期待 - 超出你想像 - 超出我想像或超出我期待的事 - 但是也不是很重要 - 因為她的功能就是 - 一個長得很帥的男生在那邊 - 她不違和 - 事實上她這可能反而是我覺得她最大的貢獻 - 就是不要 - 如果這個角色是 - 如果太強風頭也不好啦 - 如果她這個角色是沿程序演的 - 完全就會垮掉 - 如果這個角色是軟驚天眼的也會垮 - 她就是那種不特別亮眼 - 不特別出彩 - 但是呢 - 非常完美的背景 - 但是這個背景 - 還不錯 - 而且她也願意 - 她也沒有這個偶包 - 她也沒有偶包 - 所以 - 就會讓你覺得看起來不算舒服 - 對 - 就是我不是很在乎她會不會演戲 - 張榮榮先以折腰女鬼 - 天后凱撒林稱霸鬼界 - 這一次不但要折腰 - 折腰女鬼 - 為了五斗米折腰的女鬼 - 還有許多高難度的動作戲 - 她從開拍前三個月就開始動作性訓練 - 調整柔軟度 - 這之間張榮榮深受過敏之苦 - 她不是為了不是深受折腰之苦 - 是深受過敏之苦 - 原來折腰會過敏 - 為了完美周周得得到醫院治療 - 克服萬難 - 呈現出霸氣鬼後凱撒林的風 - 到底為什麼被過敏所苦 - 她到底對什麼過敏 - 張榮榮說 - 等了兩年終於開拍了 - 不但在造型上與時並進 - 許多詭計 - 也會跟上時代的腳步 - 到時候大螢幕看到鬼後出場 - 絕對會嚇一大跳 - 她在片中應該就是最舊時代的鬼 - 對 - 然後 - 新鬼陣容加入王靖與白白 - 王靖在鬼才知道發展時 - 就已經確定加入演出 - 她飾演一個生前從未有過任何成就 - 死後也不知該如何努力的菜鳥鬼同學 - 王靖特地在造型上掩蓋原有的陽光氣息 - 全素顏上陣 - 展現極度毫無自信的憔悴感 - 還有邊緣人樣貌 - 王靖說看到同學這個角色自己很強烈的投射感 - 而且可以再跟徐漢強導演合作也很有安全感 - 會全力以赴讓觀眾看到做鬼也好難的 - 然後 - 電影鬼才知道全新概念的陰間喜劇 - 由陳柏林 - 張榮榮 - 王靖 擺白白 - 冼微豪 - 瘦瘦主演 - 本片是忘戶長龍 - 後 - 所利影業魁違20年 - 再度投資電眼 - 然後真的是有過久 - 佛湖長龍和雙筒 - 投資資能 - 超過一半以上製作成本 - 為台灣電影市場駐入國際新勢力 鬼才知道故事剧情 从一间没落的都市传说 望来大饭店 414号房开始 414号就死一死了 过气女鬼天后 凯撒的女鬼经纪人 为了在鬼界不被时代淘汰 得找寻出路历生上游的历鬼们 要如何继续成名阳间 制造新的都市传说呢 一个人才华有时候要变成鬼才知道 打破想象超乎预期 史上第一部阴间 史上第一部吗 这个是不是把以前那个诸葛亮他们拍的 跟那个正经义拍的 不知道放到哪里去 这就是宣传稿嘛 不要太认真 史上第一部 史上第一部阴间喜 以前香港也拍很多 史上第一部阴间喜 鬼才知道预计2024年 全阳间大萤幕上映 好吧 有趣看的人 就是Marcotto Marcotto本人 简直是Marcotto本人 来 王晋这么亮眼要怎么边缘 这部我觉得他还算蛮成功的啦 因为这部片事实上还发动了两个 两个女演员 所以两个女演员的颜值也都不太 也没有输他 而且非常盛气凌人 所以 他还算有达到 他还算有达到一个边缘人的感觉 对 应该这样讲 如果没有两个女演员去压他的话 他怎样都不可能边缘 因为他 他设计的蛮 你刚刚讲那段话我觉得 嗯 怎样 你刚刚说什么 你刚刚不是有一段采访时说什么 他有投射感针对这个角色有没有 我想说怎么可能 你名就这么亮 因为王靖在刚出道的时候 他呈现出来的样子是害羞的样子 对 老实说这个 然后老实说他同学这个角色啊 在初期那个样子 事实上正是王靖在演那个什么 返校之前那一部叫什么 斗鱼斗鱼 在演斗鱼的时候最常演的那种角色 就是在那边很害羞啊 然后没有自信啊 然后家里面爸爸对他很严格啊 然后那个什么 可是别的男生对他那个什么 追他的时候他就在那边 呱啊什么 老实说这正是王靖刚出道的时候 最常演的那种害羞文青少女 他本人明明就超级活泼的好不好 对啊 他本人超级活泼 所以我在说他是月老才是最适合他的角色 月老的那个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 才是哇你终于展现出这一面 不然之前大家都要演那文青要死不活的样子 然后就返校也返校也在那边 对啊对啊 就是那个反而 你知道要演那个谁都可以演 找个漂亮女生在那边小家碧玉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放得开那个反而才是了不起的 对啊好吧 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 就像我你知道他的话就从 像他之前有演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短剧吗 他也是演一样的角色 就是被家长要求到很辛苦 然后他跳楼的女学生嘛 都是演女学生 然后他这里面又吐槽说 啊反正他身心小穿女权的刚好适合 没有啊真的好适合啊没办法啊 他穿JK真的好可爱哦 真的不行 他几岁了 嗯 还没30吧 应该有20 没有啦他大概25左右吧 对啊他还蛮年生吧 算年薪啦 他出到早 26了26吧26吧26 26OK 嗯 好 然后就是 呃因为你刚刚讲到前导片 其实这一部 呃其实我还蛮欣赏陈柏林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是从蓝色大门知道他的 很久很久以前啊 有一部 日本的那个 那个综艺节目叫做黄金传说 啊 嗯 然后呢 呃里面呢就有两个主持人 他会去挑战各种的 那个主办单位安排的那个 主办单位安排的各种 各种的那个挑战 不管说是要说什么 挑战都市传说啦 然后挑战大卫王啦 挑战打扁车各种的传说 其中有一 他就是挑战说要在亚洲 成为能够填满那个 5000人 5000人演唱会现场的巨星 的一个传说 哦 然后他们当时找到的地方就是来台湾 然后来台湾之后啊 因为他在日本算是有名的 算是有名的搞笑组织人 但是在台湾非常没有名 所以他就是来台湾之后 找台湾的经纪公司去海选啊 真材啊 干嘛干嘛之类的 然后 然后后来就挑到陈柏林跟另外一个人 那个一起去 组一个搭档 然后那个搭档就是要出唱片 那要卖出什么 5000张之类的 他才可以干嘛干嘛之类的 因为他们最终目标是要 要能够塞满一个 能够塞满5000人的那个 类似那种小巨蛋的演唱会的现场 对啊 但是当时我年纪还小 所以看的时候 如果感觉好励志好辛苦好开心 对啊 然后那个他们 推销唱片的时候多么辛苦啊 然后那个 陆唱片的时候多么干嘛 然后出套前还要特别减重 什么之类的 就讲好像很认真很努力 有没有 但后来长大 就那时候谁好的 对啊 小时候 小时候会被剑猫 我补充一下 当年跟那个 陈柏林要搭档出道的那个 已经过去了 他是那个黄鸿燊小鬼 啊是啊 哦 OK 好啦 那个我们那个运小鬼在上天 原力与他同在哦 好无论如何 我们回到重点来就是 你知道其实日本的节目 全部都塞好 什么日本的那种 连直播都可以塞好的 所以知道日本人最假的 千万不要把日本人的那个 突发状况当作真的 千万不要 他们的突发状况都是假的 OK 所以按照这个情况下 所以 后来我知道 哦原来谁都塞好 所以比起你看 呃 陈柏林跟小鬼 他们也是都有在演艺圈里面的嘛 对不对 那很明显 这些部分就变成了说好 没关系 至少我在那个时候知道是谁 那后来我才知道他要演蓝色大门 因为 在演蓝色大门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可能看这一种剧情片 我小时候就在看电影 但是我 我追寻的都是那种感 感官上的刺激 要嘛科幻 要嘛 要嘛那个动作品 要嘛干嘛干嘛 我都追求这种东西嘛 毕竟小孩子嘛 追求病病 然后看那个A片都直接快转到重要画面 然后看那个成人卡通 都快转到那个黑熊画面 小朋友嘛 怎么这样 党大之后 才发现哦 原来没黑熊的画面才是中 尤其是成人动画 直的变 直变 人的成长会让直变 哦 所以简单讲 陈柏林从蓝色大门 然后到黄金传说的那个 综艺 然后到 各种的出演了 没有 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努力的 艺人 对啊 一直支持在演艺圈里面 就算不温不火 也一直真真真真真真 直到他演的 我可能不会爱 嗯 我可能不爱人之后 他才真正的尝到大红大紫的 精卫 林一诚嘛 大人哥 林一诚 对对对 我告诉你哦 他还有跟那个 田中美姓吧 还是谁 就是日本一个 很可爱的女高中生 演偶像 有演一个在台湾的什么幻想 机游记 对啊 他好像还是演里面的孙悟空 然后他还在那个什么 晴天大圈里面也演孙悟空 就是他其实演 他真的演过蛮多戏的 我应该这样讲 其实陈柏林他像是你知道吗 他就像是那种一般的男偶像 演员里面的真实战 他演过很多戏 做过很多尝试 但是一直没有大红大紫 直到演到一个真命角色 才真的尝到大红大紫的 滋味 所以简单讲到他是他是努力而来的人 所以他对每个角色就会很认真 这是我对他的记有印象 那当时呢 讲回潜导片 当时的潜导片 所以我就很期待说 他潜导片 感觉我觉得还不错 就已经有 他现在概念都已经清楚了 只是当时的潜导片就已经有把那个 眼肉牙 就是那个 视网膜电视台就是一个网红啦 找来 做客串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什么名鬼 见面会的那个主持人 就是跟当时潜导片同一组 拿好张隆隆 拿好他们穿着女鬼装去 追车的画面 对啊 然后那个潜导片的状况就是 其实概念是有出来的 所以我当时看我就蛮开心 我也蛮期待 就很期待说那个什么时候正面能够上 对啊 然后等着等着等着想说 这么久都还没上 都上了一部鬼扯了 那什么鬼才知道一直没有 后来才知道那一部当时真的值潜导片 然后他等了差不多将近两年才开拍 对啊 然后按照 按照那个这个 现在 现在那个 王靖的 沆铃沆铃的脸的状态的话 感觉上他应该是拍完的那个 月老之后再拍这一部 然后再拍咒误 我觉得啦 因为王靖现在的脸很小 很瘦 跟剧里面的脸真的不太一样 你说他那边比较碰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拍完一段时间 对就是他现在的脸 比较里面的具体 比较像 比较接近月老的状态 因为他现在本人 他脸 脸瘦得更小了 真的 对啊 然后 呃 所以这个状态就来说 前档片结束之后 等了三年 终于出来了 嗯 不过说实在话 这三年没有白等 原来这算是我今年 看到的国片里面 嗯 因为说实在话 我如果不要跟以前的老国片 比 就像什么 诸葛亮时代啊 政津医生 那种那个时代 台湾国片大爆发 那个时代比的话 没有 就自从 矮角7号之后 也不要啦 想说那个 呃 更早之前 扣掉我很喜欢的那一系列的 古早国片 就例如说什么监狱长报道啊 大头兵啊 插牌兵那种 我讲这些可能很多人知道 但是你现在里面 很多人该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白人也知道 扣服掉这种古早的国片 因为古早的国片真的很成熟 也放得开 而且里面都非常非常多大卡 当时的国片真的都找了非常多 很棒的艺人 然后演员 来拍这部电影 他就像你知道吗 就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 周星驰的电影是找高手来当演员 当时的老国片就这种 他都是找 那个演艺圈上面的高手 来里面演戏 所以你怎么看怎么就觉得很棒 你知道吗 当时的国片就这种情景 而且因为当时的国片 拍片量很大 所以呢 因为那时国片的那个回收率很高 所以国片拍很多 所以整个流程都很成熟 因为流程成熟 剧本成熟 制作的东西都很成熟的话 他们就很放得开 放得开去拍这部电影 让你的电影看起来好看又有趣 又好棒 所以这是我以前的国片 大家现在也可以一直重看 有没有 但是现在的国片 你可能很难一直重看 以前的国片都可以一直看 因为以前的国片 真的有够成熟 但是说实在话 扣掉了以前的国片来讲 不要说从海角7号 不知道从多久年开始 我觉得很少看到一部够成熟的国片 什么叫够成熟的国片 第一我看完之后 我也很期待去二刷 然后第二我在看的时候的当下 我觉得剧情转折 对白不会生硬 然后第三他真的敢放手让演员去演 而不是说为了配合当下的气氛 你演员必须演的怎么样 我不管合不合逻辑 我在讲潮子星 没关系 很多部电影都有这样的问题 很多部后来的国片 都有这样的问题 对啊 所以这一部电影 第一就鬼才知道 他在这方面掌握的很好 他有让演员去发挥 即使是那些不成熟的 临时演员 他也有利用他本身的不成熟 去让他演路人角 他的不成熟反而变成乐趣 变成笑点 有没有像我们去看那个电梯里面 电梯骑女那一段 有没有很明显 电梯骑女那个就是很普通 他感觉就不是那种很专业的演员 可是他里面的不专业 跟里面的轻色 加上里面很蠢的台词 反而可以配合上他现在这个角色 因为他们就是要演一个被吓的神经病情侣 对不对 加上这是搞笑片 所以他里面的对白 就直接可以为剧情而服务 而且完全不会觉得不搭嘎 这里就配合的很好 就是 怎么叫成熟 你要让演员去演戏 为了戏去演 而不是为了情绪 或为了导演当下的想法 去做一个不合整部片调性的出演 这种感觉 所以整部片看起来是很舒服的 我昨天 不然今天的 今天的电影我有讲说 因为 这个真的是 他有一个在中正堂有一个 那个手 有一个那个提早首音会嘛 对不对 票就是基本上是秒杀状态 所以我也没抢到 然后再来就是 呃 客议会 我也没有 呃 没有收到邀请 不过 我收到了晚场的邀请 嗯 所以呢 我就很幸运的 我一收到邀请就马上回他 然后毕竟 可是我那一场是 算是工作人员场 嗯 也就是 他里面 几乎都是剧组人员跟工作人员 艺人啊 什么都在里面 然后所以票就很少 那不是票很少 因为人很多 相对的可以控诉票就不多 所以我就算是当下看到了没有 我赶快回信 然后请他把我安排 我还是只排到了 那个国兵场嘛 聚务厅嘛 对不对 第三排的位置 哦 那超级霹雳无敌劲 那超级霹雳无敌劲 所以我必须看着电影的时候 就要要卡在一个 要让自己身体弯一个角度 然后想办法投尽可能往后仰 这才可能够尽可能的看到 比较完整的画面 是一个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 看一部电影 但是 这就是 当你 处在一个不舒服的状态下 例如说有干扰 有没有 或是你位置很懒 或是说各种原因 或是想上厕所 你在各种情绪下 是无法好好看电影的嘛 对不对 如果电影又不够好看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失神嘛 很容易出戏 对不对 但是 这部电影 鬼才知道 让我 完完全全的好好享受这部电影 我居然没有因为说位置不好 我觉得不耐烦 然后就表示这部电影 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成功的 而且 就是 那个 我就是跟我 跟我去看嘛 我女朋友就说 你看你 你看你 你整场笑成这样 整个戏 都是你的笑声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 就是那个 就这部 我真的是他的笑点都有gain到我 对啊 所以他gain到我的地方 让我就是整个很开怀 有时候那个笑点过了 有没有 我还在笑 因为他真的是 太搓中我的笑点 尤其是 那个王俊 在那个被车拖走那一段 他就是被车拖走嘛 对不对 就好不容易爬着 爬着 终于勾上了那个车子握把 结果就 被整个拖走 那一段 因为那一段说真的 太有 周星驰的feel了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一道就想到周星驰的里面的梗 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哇 哈哈哈哈 啊那当时那个那个情况下 傅文系又变得非常的高 让我联想到周星驰 里面都有那种拖的那个 拖的痕跡嘛 我当下就是一直狂笑 因为那个真的太好笑了 然后再加上 我有想到周星驰的 因为他呃 能够用的这么 那么自然 你知道吗 这一道用的很自然 然后再接下来变脱戏的是王靖 叫声当然是王靖 你知道吗 我就真的是 太好玩了 你知道吗 我当然是笑 真的是笑 整部电影我都笑的很开心很舒服 没有 不像鬼扯 鬼扯 鬼扯就太硬了一点 对啊 我记得鬼扯 鬼扯的缺点 我记得我们上次讲过了 所以我们真的就不再注述 我只能说他比鬼扯好看很多很多 他比鬼扯好看非常多 而且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 让我觉得这部国片是成熟的 对啊 所以这部片我非常的推荐 而且 我真的很多惊喜 我先不讲戏外的惊喜 我先讲戏内的惊喜 第一 陈柏林 他本身虽然是挂男主角 但是其实这部片子他比较偏 他只比群演多一点点的戏份而已 他的主要目的其实在宏托两个女主角 就是张龙龙跟王靖 所以他的戏份没有那么重 但是他有做好他该做的工作 就像是那个特工联盟 KICK AS 尼可拉斯凯奇 BIDADY 他就是去做一个尼可拉斯凯奇 这个角色 该做的事情 戏份虽然不重 但是他有做好该做的事情 陈柏林也是 挺好 所以他做的很好 我说真的 你喜欢他的你一样会喜欢他 但是你不喜欢他的 吐槽杀 陈柏林演技也没有多怎样啊 演的这么久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在演他自己 没错 但是这个刚好也是这部电影需要 可是鬼扯就不是 鬼扯就有点硬凹 鬼扯里面的角色跟里面 跟这部剧情是不符合的 所以这次为什么鬼扯我看完之后 我只看完一次我就不想再看一次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这部电影我看完之后我就很期待 等他赶快上网去二刷 当下反应是完全不一样 一样是陈柏林 一样的演法 一样的演技 但是完全不同 而且鬼扯里面 他其实陈柏林的角色他是有原型 那个原型是号称 韩国星爷的一个演员 那个演员 他基本上他等于是把星爷 刘德华 张学友三个角色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演员 他很棒 他是个很棒的演员 对啊 所以陈柏林去演他的时候 孰高孰低太明显 这就变成说我反而觉得这部电影就整个 被压下来 反而是这鬼扯里面其他配角都比陈柏林很好 因为陈柏林这个角色负担太重 对啊 好啦反正就是 但是一样哦 陈柏林在鬼在鬼才之道里面 演技没有说特别进步 但是放在这就非常非常的合适 这是为什么一部电影同样一个人演 演法都差不多 为什么评价完全不一样 他不适合那部电影 或者是有钱有钱车可以比较 就再讲个历史好了 最近啊九品芝麻关在大陆有被公拍 他找了一个大陆专门在拍网路剧的一个 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演员 他拍了很多网路剧 其实他评价不错 暗示 因为毕竟这部电影实在是太经典了 你知道吗 你整个被一比较之后 这个只能比烂 只能比烂 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跟经典比 对吧 不要说找网剧啦 呃大陆有一个节目叫做 好像是什么呃 请教我演员之类的 他就是 会找一群当下很有名的演员来 然后呢 找最有名的导演像尔东森啊 这一类的 就扣除李安这种那么高的 他们就是很有名的导演 然后去找大陆当地的演员 也是很流量小生之类的 就是反正在大陆很受欢的演员 然后去导什么 去导各种的 电影的经典桥段 其中有一段 他们就是导尔东森哦 去导那个功夫里面的一个桥段 就是那个大家都出来那个桥段 然后找了好多 看起来很帅很棒 很认真的 你不要不要讲那么认真啊 就是大陆的流量演员 去演那个那个桥段 结果被批得完全不行 就是人家是人家是演的 人家是演的白痴 不是叫你当一个白痴 人家是想看你演 叫你当一个真的智障 就是那种感觉 对吧 所以就这部电影 他把 角色的特性发挥的很好 包括其他的群演角色 哎 这部电影角色很多哎 角色超多哎 可是问题是因为 他里面用的是我们很多人 都已经有的既有概念 例如说什么都市传说啦 红衣女鬼啦 各种路边女鬼 厕所女鬼各种鬼的既有印象 所以当 某个不管是哪个零演 哪个角色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很快就能够带路 因为你对这个角色 以前有认识的 已经有既定印象的 就不用去想他其他故事 直接衔接剧情 这个地方就放得很好 所以他里面的各个的群演 都演的 我跟他这样讲 如果 我不是生活在台湾 我不看这些鬼故事的话 我会觉得这部电影有点多烂 可是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故事 哎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好有效果哦 演的超级好笑的 你知道吗 就像你刚才讲 这部电影其实比较接近群像剧 他在服务两个女主的群像剧 然后 里面基本上 呃 两个女主角 两个配角 但是呢 我觉得那个 第一女配 你们可能 而一般应该觉得是白牌 因为白牌是跟在王劍旁边的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第一女配 应该是给凯撒林 搖一提这个角色 因为他演的其实很不错 他要把很讨厌的感觉演出来 然后也有把他 该有的戏份演出来 再加上他致敬的精灵的 那个魏玛的布屋的服装 他有把很讨厌的地方演出来 再加上 他最后面 他有表达出 其实他本性没这么坏的一些东西 有没有 啊 可以放假了 好啦 可以放假了 然后真的可以放假 讲完之后 他内心也是 放松的一笑 啊我终于不要他为了流量那么辛苦 那一段 我就觉得那个笑容很棒 对啊 嗯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女配应该是给 那个凯撒林 啊不是啊 应该是给那个杰西卡 就是姚依蒂这个角色 而不是给白白 他不在拍 白白其实演的也不错 但是 这边给他发挥的空间就不多 他就是演一个 他这个角色该有的东西 没有太大的 东西可以读过 比较可惜啦 比较可惜 白白是可以努力的演员 对啊 他演的角色 其实也就是 他都演那种 在旁边去帮忙陪衬的角色 我当时好像我最早看到 我是想到一个 那个什么 樱桃小丸子里面有个角色 他都在旁边一个一个女生角色 都旁边冒出来了 那个一个女生角色 你讲的是外形 但是他其实在这部片里面 演的是比较接近小玉那样子的角色 就是 他比较开朗啊 就是小丸子身旁的那个 你讲的只是 他长的样子像野口 但是事实上 他是 他在里面是 开朗的角色 我当时知道他是 好像感觉他演一类是野口的角色 好像是在 好像是在 当达人恋爱史吧 那一段 还是哪里忘记了 没有啊 那个 请问哪里才叫他加强 他也有演啊 对啊 哦 嗯 啊对啊对啊 我讲错 是请问哪里才加强 不是那个当达人恋爱史 反正我个人觉得他在这一边的 没什么突破啦 所以我反而觉得 在我眼里 我觉得第一女配 应该是给杰西卡那个角色 对啊 哦 然后 再来就是 我很惊喜的是 因为 因为我其实之前 我没看过 我有不看台湾 我几乎不看剧 你知道吗 我不太看 我不太看台湾电视剧的 所以张蓉蓉 演的戏或剧 我也都没看过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演戏 然后我只知道他得过金马奖 但是因为你知道金马奖的电影都很难看 不是很难看 金马奖很多电影都不太商业 你知道吗 然后不太商业 对我这种普通人就不一定去看 嗯 所以张蓉蓉的电影我都没看过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演戏 对吧 然后我在想说哦 那他对手是王靖 那他们要怎么去演呢 你知道吗 不过 然后我看完之后 我对张蓉蓉的那个演法跟演技 呃 整个这边很浮夸 但很符合这部电的调性 这样子让我对他圈粉 之后如果张蓉蓉还要演电 我一定要去看 嗯 他确实让我圈粉 尤其是 这部电影虽然是喜剧 但是有两段我 蛮感动的 对啊 第一个是开心的感动 第二个是 真的针对人声呐喊的感动 对啊 然后第一段感动就是 张蓉蓉里面的那段台词 他决定放下自己的身段 放下自己的传说 然后决定要去当 那个同学女鬼的替身那一段 他那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我当下莫名的感动 哇 我他妈的我也好想遇到 一个这么好的老板 或这么好的同事 或这么好的朋友 你知道吗 能够去为了别人 就是什么 犧牲风格对我来讲 是 是很容易牵到我的底 那一段是我第一次 就是我看完当下 那一句话 我说好感动 我也好想要 而且当然张蓉蓉在这边 他里面演的讲述就是 他虽然是一个 里面最有名的女鬼 但是是一个过气的有名女鬼 但是他即使过气了 他还是很努力的在训练 然后很努力的在提携后背 虽然嘴巴硬了一点 刀子嘴但是豆腐型 他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提出一个 建议那个建议 确实可以改变拳掌 你什么都不会跳楼啊 然后一脚踢下去 那个慢动作画面 真的好 好开心哦 我是真的觉得 台湾电影可以放这么开 我真的觉得好不容易 你知道吗 你终于放开让演员 去把一部戏演好 这真的很有view 而且 又不敢是苦大重生 其实那也不是这个原因 这是我的感觉啦 是因为徐恨强 他的 视觉的观点 基本上是动画 他是漫画 他的分镜是漫画跟动画方式 但是 我会觉得 并不奇怪 是因为他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他是1990年代 世代的 所以 他的梗 你全都吃 但是就是因为他跟你同年代 然后他的这些 他很会 他常常在玩的东西就是 没有他跟我一样大 他跟我一样是1980年次的 所以我会特别在意这个 可是他怎么看起来 他看起来有点老 我觉得我也很老 大概是我自己平常不工作 然后把自己保养的特别好 干 把自己养的白白胖胖了 没有在前 我们都比较胖 所以 没有在前线 没有在前面 前线被搞的面簧 我给你讲就是在那边搞的 好啦好啦 就是 简直 其实他的视觉 全部都是迷音型的 就是那种 你看 前景有人在讲话 然后后面有一个背景 有人在那边爬来爬去的那种 对 那个很明显就是动画 动画风格的一个叙事方法 所以他 他知道什么时候 慢动作 什么时候 有一个折腰的 然后在那边快速喷跑 然后然后两个人远远的看着 他之前 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蠢 对 他 这个东西全都是漫画那种 一格一格 然后那个啥 在一格里面塞住这种东西 然后会拥有的那种效果 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像你提到的那个什么 周星驰是效果 但是老实说周星驰 其实也是看漫画跟动画出来的人 所以他的风格 事实上 他的东西感觉起来就是很日式 然后就是什么 他他会制造一些 然后再加上一些 你要这么说 事实上的确是有这一个味道 因为徐翰强的这一部片 他也不能够严格说起来 也不能算是非常精致 所以就很有那种1990年代周星驰 不至于精致 他就不精致 对对对对 鬼扯可能还比他精致 对因为他在描绘的东西就是一群 明明是在讲鬼界的大会 但是鬼界大会人也不多 就感觉起来一个 差不多跟一个李明大会差不多的等级 所以那这种特别就很有那种 周星驰在1990年代 拍的那种电影的味道 你每次看到他讲什么大会 但是也没几个人 然后他的那个光线 跟造明跟那个造型都很浮夸 他就也很像像石神那种的嘛 石神那种就是 石神的那种什么什么 少林十八同仁啊 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厨艺大赛啊 明明厨艺大赛 可是看起来是精工相向 然后很浮夸 有点小俗气的那种味道 对就是徐翰强的这一部鬼才之道 就整个都这个样子 我就是但是但是他 但是我觉得他厉害的点 就是每一个角色 有放开来演 所以其实就是很有魅力 就是基本上他有抓到这个角色魅力 所以那个角色出来的时候 他让他演的时候 你会喜欢这个角色 有的时候倒也不是他的讲的台词多好笑 而是真这样子的人 然后那个少眼睛真的浮夸的表演 研绎就跑出来的时候 让他自然而然有带动观众情绪的效果 所以他不是特别爆笑 但是他的每一个梗都有达到效果 就是没有到没有到你让你笑破肚皮 但是你就会觉得爱看很可爱很幽默 这样其实就很够了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那个什么 能够让绝大多数大众会OK 他们全部都能够接受 全部都能够被打 全部都能够被感染到那个幽默感的那种电影 有的时候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那个诸葛亮的片 好了 我知道非常多人不喜欢诸葛亮拍的东西 但是大部分全都吃 那大部分全都吃 就是绝大多数的观众吃的原因是什么 他有喜感 然后有的时候这个笑料可能不是特别好笑 但是有效 这样就好了 他一直都是这种 对 所以像有一些这部片里面有一些 最强大的效果 事实上是利用特效去做出来 比如说摔下去被点 然后就是在那边震动 对他他如果没有搞这个震动 可能就可能就你可能就还没有那么好笑 效果就没那么好笑 然后接下来必须要让王靖的声音 这样叫才要才那个画面才能够达到那个那个感觉 对就算是被拖行的人 其实不是王靖 其实只是一个道具 然后就是可是需要王靖在那边 然后你就哎 你觉得有这个感觉 对啊 但是我觉得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徐翰强有 我觉得特别有一个 你觉得很烦 但是我觉得 还真特别符合这个人设的一点 就是就是陈柏林所演的那个 我觉得很烦 呃观众会觉得很烦 对我自己 我觉得很烦 我哪有 哎 他就很开心 没有 我觉得最后面的那一段MV 就挺烦 哦 那一段很烦 对那一段 对啊 所以我就说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很烦 但是呢 这个很烦的点 这个很烦的点正是 徐翰强有抓到了 陈柏林 在电影当中的这个角色的人设 甚至他帮他写的那首歌 都让我觉得干 但是不是 是因为不是 也不只是为了他 如果真的为了他写 那陈柏林可能会很难过 就是 就是因为这首歌的特色 就是一个 很适合他吗 不是很适合他 他因为这个 他的角色人设是一个过气的偶像 然后没有才华的偶像 这部片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在强调 事实上 所有的人都是没有才华的 其实这个 这也是电影的 有这样吗 有 有这样 有到没有才华 简单的说 他他他他在里面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只要人 只要人家都注意到你 大家就觉得你有才华 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自觉自己是没有才华 对 这也是这部片 为什么 他叫鬼才知道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 哦 你是讲这一段哦 不只是他他整部片 其实就在讲这个 你总在觉得自己没才华 事实上所有人都没才华 所有人都没才华 接下来就是靠努力 靠努力 让人家被看 让人家让你被被看见 那所以你仔细思考一下 所有的东西都在强调 我们在这当中 经过了非常多的努力 甚至连他吓人的那个解析 他都告诉你这些解析 这些效果是 血肉堆叠出来的痛苦 所以你看啊 像什么 像那叫什么 解析卡 解析卡里面讲说 他吓人是用瞬间移动 然后他里面像 像效果他有一个闪灯 他一开始人在很远 接下来突然间在中间 接下来又很近 然后接下来 于是呢 这个会有赛屏 解释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能够制造这个效果 这很简单 他找了三个人来 关灯的时候 这个赶快跑出来 然后赶快关起来 赶快跑进去 他排练过很多次 然后最后出来 完美一气呵成 达到了瞬间移动的效果 你知道这也是 许瀚强他的那个 就是90年代的孩子 看就是看这个 你知道 我们就是看那种 那个什么 赛屏啊 打篮球啊 然后是摔角手 在那边解释 在那边一直不断讲话 长大的孩子 所以他 所以我才觉得这部片 其实很 他跟神偷奶爸是 我的感觉很像 知道吗 他没有是他没有 逞强 他并没有逞强说 我现在要 跟国外的电影看起啊 然后我要达到某种经典 我要模仿经典啊 然后我要制造 然后那个某种那个什么 视觉效果啊 或者是我要用叙事 然后我不用台词 没有这部片 几乎全都用台词讲故事 这也是蛮有趣的 我之前其实不是在 在批判一件事 都是台湾人 的影像 台湾人的影像作品 事实上很不习惯 只用画面讲故事 那就是我们事实上忍不住 就是要上他上字幕 我们忍不住就要加旁白 然后从无念真时期 就一直是这样 因为听到无念真 背后一直不断碎念 无念真最擅长的就是口白 那可是呢 这他他在这一部也是一样 他放弃治疗 他就是告诉你说 我最我们最擅长的 其实就是讲话 所以我们用讲话来制造笑料 讲话制造笑料 或者是我们用漫画的方法 你看凯撒林他每天都很击苦折腰 然后接下来他惨教医生 每天都练 你看多辛苦 然后就很快 他就是用讲的方法 让你觉得有幽默感 然后这种用讲的方法制造的幽默感 基本上是来自于龙兄虎弟 那个时候的综艺节目 就一直旁边不断的碎念 以前黄子教也常常来这一套 前面人表演做怪表情 然后接下来那个黄子教说 我们现在看到 他就会讲在旁边用很冷静的话语 你这样说他现在展现出一部要死不活的样子 你知道以前底地群他们那个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一种我们做做怪动作 然后旁边的人讲 然后接下来我还要放罐头笑声 吼吼吼吼吼这样子的感觉 对老实说他这部片一直穷头到尾都这样 但是没关系 因为如果角色也放得开来一点 因为这部片娱乐性都有到 然后我觉得前半截 我觉得前半截那个什么角色 我为什么觉得那个白白演得很好 因为大概在前面20分钟左右 介绍同学介绍那个王靖岩的这个同学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人陪陈他 所以白白这时候就出来了 然后我一直都觉得白白是很辛苦的演员 你知道就是他在那个请问哪里还要加强的时候 他事实上也是演那个女主角叫什么 他叫宋云化 他是演宋云化的 他应该是演宋云化的那个搭档之类的 然后一个不爱讲话的一个害羞的女生 需要有一个人跟他互动 需要有一个他信赖的角色跟他互动 这样才能够展现出 这个女生他的害羞他的可怜他的可爱 然后白白必须要当那个角色 当那个跟他搭话的那种姐妹桃角色 然后在很久以前 比如说像那个时候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然后这个角色是由弯弯来演的 那现在这几年都是白白来演 就是你要去思考这个编剧的里面那个角色 就是他需要一个人跟他互动 然后还秤多出来他 因为这个人明明就很闷 很闷的角色要如何让大家认识他 要有旁边一个人 你为什么不怎样啊 然后呢 我又觉得白白的辛苦来自于什么呢 白白也不是 他不是长相很出色的演员 他是他就是实力型演员 所以他就是这部片里面 他必须常常一直不断的在衬托漂亮女生 所以在这部里面王靖其实已经基本上把自己打扮的比较不起眼 但是呢 他还是很可爱 他还是很可爱 他就是 就在这一场戏里面 你会觉得他是有点惹人怜爱的角色 然后他穿着过大的衣服 然后在旁边就说他们 不过我觉得这部片的可爱的点啊 徐漢强我欣赏他的部分就是他其实脑洞也开满大 他他其实我都能够觉得他我在这里面看到我跟他可能是一样的 可能有点类似 我就会在那边想说 哇这个如果在花生世界上 他就是比方是什么设定啊 什么设定什么设定 然后于是他就把他整个弄出来 所以你就会看到 哎呀 那个什么他们死掉了以后 他必须要一直不断去吓人 然后吓人 然后才可以获得一些点数 然后获得 然后这个点数 然后这个什么 鬼家 鬼家机关 鬼委会 就会发钱 发东西 然后他就有东西可以吃 但是呢 他后面就有解释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简单的说 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比较悲伤的原因 鬼 需要 就像是我们现在要烧金子给人家 给鬼啊 给好兄弟 给好兄弟 那就是好兄弟才可以 一年可能才吃到这一顿 8月7号 我觉得他应该接下来仲天节要杀吧 就很适合 他其实在就讲说阴间的鬼哦 必须要获得人间 这边给他一些东西 然后他才有东西可以吃嘛 对啊 那可是如果人呢 忘记了这个鬼 那这个鬼就是没有存在的意义 然后我们就会灰飞烟灭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为了要拥有存在感 于是这些鬼必须要吓人 如果你家里面的人一直都记得你的话 你就不就不需要被吓人 你就不需要去做这些吓人的事 因为家里面的人一直都记得你 然后天天就知道说 这些鬼其实也有点可怜 这些鬼事实上就是怕人家不记得他了 所以就变成一直要不断的 展现他的存在感 这听起来很加久啊 你知道吗 青少年不是一直你要记得我啊 你要记得我 你看我要怎样 那傲娇的人不是要一直展现出来 要人家在意他 所以就要做很多 让人家注意的事情 争取认同嘛 对不对 像以前小学校的坏学生 就是要学校老师注意他 就做故意做一些讨人厌的事啊 然后让大家注意他 然后这时候他就有存在感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他这接下来所 还有鬼委会啊 还有在鬼界当中那个什么 就还有排行榜 吓人 最吓人 最厉害的鬼后 那是凯撒林 他其实这有点幽默 叫凯撒林 然后接下来 旁边的那个什么 综艺节目访问他 哎呀撒林啊 然后想到这 这的确是台湾人会有的 那个什么 你知道 以前我 我好半评处 大家也是叫我评处 你知道 你叫马可多 对你叫马可多 好像你姓马我不姓伴 你知道 凯撒林不姓凯 然后旁边哎呀撒林啊 对这个其实上 他这个一个不经意的 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是让你会心一笑 对台湾人就在 自然而然的把你的名字 第一个字当成姓 你知道 然后那个时候 杰西卡姓杰 啊西卡呀 你知道吗 是狗 西卡呀 对了 好 他里面就有所谓的那个鬼后 最会那个时候还有颁奖 颁奖 颁奖 好棒好棒 然后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影射 什么红衣小女孩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 这边有点小吐槽 你就直接把红衣小女孩弄出来 是会死 不要在那边 他少一个字 那种少一个字 每次都让我觉得 你们就有兴趣 不用 何苦 红衣什么 就不是红衣小女孩 没有 对啊 可是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是为了避免就是 怕 不小心 红衣小女孩 红衣小女孩 这个IP 也不是那个啊 也不是人家独有 那就是台湾都市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 因为 因为 他们 第一可能是为了要 多个笑话 然后 故意少讲一个 第二个 可能是为了避免说 他们可能会有意见 因为毕竟他已经是一部电影了 所以你如果直接遇到自己的名称 当然 这就会 可能很麻烦 因为 一勺一个字 因为你知道 身为观众 听到露一个字的那种 就很像你在 片子里面 听人家不敢发脏话一样 你知道 像 当年 不是 我还记得以前 看台北玩酒招舞 你知道 看台北玩酒招舞 他就讲夜生活 夜生活 里面就是大家 脏话来脏话去 结果他里面就不敢讲 所有人都 不敢骂干 直接尬 我跟你尬啊 我想说谁跟你尬 他不这样讲话 就是觉得很诡异 然后那个什么 你有时候觉得 还不就是 海角七号里面 帽伯 直接罵出来 你一直罵出来 反而这很好笑啊 就是为什么 那个有趣 你平常就是这样讲话 为什么 你竟然因为在电影里面 听到你平常 讲话的方式 然后你感到有趣 也就是说电影里面的人 都不跟 讲话都不跟外面的人 不一样 这部片里面 让我觉得最 跟外面的人 讲话不像的 大概就是同学的爸爸 同学的爸爸 讲话简直就是 上一个世代出来的 文周周 他根本穷摇时代的爸爸 你知道 吃饭 看那个晶片子 你是怎么回事 他外甥爸爸 也太老了吧 你知道吗 吃饭 我都想说你 感觉起来 他是那个什么 陶大陶叔叔 还是那个什么 孙岳爷爷的那种 讲话方法 那瞬间突然间 这个是60年代的爸爸 对 好 然后呢 同学一开始 就是一个那种 他在家里面 其实我刚刚有大概 在讲这部电影之前 有稍微聊过 就是 他其实 怎么死的 他没有讲 但是你知道 他也不愿意回家 回家你就看到 在櫃子里面 就有一张奖状 他就一直不断的 在那边 爸爸好像都想念他 然后就那个奖状 对啊 然后那个 可是那个奖状 后来被丢掉了 被家里面的其他人丢掉 他就差点要 就是 就代表这一家人 快要把他遗忘了 他就开始进入了 那个快要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 他身上就开始出现 电视杂讯 然后就 怎么办 那接下来 你只好开始工作啊 你必须要当成那个什么 你要得到执照 专门下人 厉鬼执照 这是我觉得他可爱 他其实有把这个社会话 露出来 他就被迫出道 当艺人的那种感觉 他必须要想办法嚇人 嗯 然后还有选拔会 你知道 这个选拔会 你也可以感觉出来 感觉起来就是各大经纪公司 有没有聘用他 有没有办法得到工作啊 所以就是那种导览 有点大概上来面试 每个人上台 要展示说自己很会怎样啊 什么的 然后 然后 遇到王靖的时候 大家都笑他 就是他就是不好 不不吓人啊 因为他实在太可爱了 他就 哇 好恨啊 然后大家就 还就是大家都笑他 哎呀好可爱啊 然后 然后就弄他很没有成就感 本来就是已经快美了 结果没想到 然后被马可托挖掘 就是 陈柏林说 这个会走 这个会走 就把他带回去 对 那带回去当然 接下来就是一个那种 你知道 鲁蛇社团啊 就是一个鲁蛇社团 然后的那个工程名 想办法特训的过程 对 你可以看到他出来 他在旺来大饭店这个地方 然后鬼后啊 凯撒林已经过气了 但是还是很努力不懈的嚇人 然后就是把握住 为数不多的那个 的那个什么 的访客 就有这样子 然后一开始第一天 然后想办法嚇人 还就是感觉 我觉得这这部片 其实也有一点 在讲说现代世界的人 事实上很难被鬼嚇到 知道 太忙了 我们我们太忙了 鬼都会卷 鬼想办法要嚇你 是在很安静 然后你可以静下来的 环境底下 然后突然间有异声 然后有突然间有那个什么 咚咚咚 然后有人在那边撞墙 没有可是你知道 在这个时代 那他进来的那个 就是一个工程师 一直不断的联络东西 然后有那个什么 那个女鬼 他是一直看着荧幕 啊 那个我都很忙 像我现在在那边 一直跟你们讲话 后面就算有女鬼撞破头 我根本也没感觉 你知道 他们那个就是一样 一直不断动 根本没人理他 对 然后这个 王靖他们就在那边 你要想办法 那个 赶快制造一点 那个就是好像就阻止他打字 然后他打字 然后我就继续打 我打字就继续打 然后还有人把盖子盖上 老板我电脑那个转轴坏掉 根本就很难被他下 那这边其实有在讲到一些 你要引起人注意 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哦 其实我其实是有点共感啊 你知道当YouTuber 真不容易 你要做些什么东西 让人家注意到你呢 哇一定要插科大问 标新立异 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人家才会稍微这么注意你一点点 那你如果做正常的事 人家就不在乎你了 那所以你要做很奇怪的事 嗯 所以接下来你就看到他们很努力啊 不断的那个什么各种造型 当然这边是在卖王靖的可爱啊 王靖一直换衣服啊 然后干嘛 不行啊什么什么的 对然后凯撒林啊 凯撒林事实上张荣呢 是演的特别好 他基本上是演一个 GY的老前辈 不过好了 现在讲这个会不会太早 好吧 直接讲最后的结论 我觉得这部片 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讲太多 整个细节 嗯 当然他有很多幽默的笑料 但是我其实觉得 他能够让我有点共感的原因是 他其实讲到了这个世代 的问题 嗯 这个世代的人 事实上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 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就是我们都很没有安全感 我们都很自卑 嗯 我们都觉得自己没有被人家看见 觉得我们自己没有才华 嗯 嗯 嗯 那一天到晚 尤其是在我们上一代啦 上一代是爱拨债的年代 你只要稍微努力一点 你就有成就 对 然后这种 真的 这种价值观传到我们这一代之后 我们就会觉得很自卑 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就是没成 没有 没有获得什么 嗯 不知道 父母亲可能在哪一个年代 他们就已经娶妻生子 有房有车 那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这时候就在内心深处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 知道我真的觉得我问过很多 同一个年纪的人 多半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生成的 当然啦 你如果跟他不熟 他就会 我很成功啊 你知道吧 但是仔细探究 就会发现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有 这样子的那种 因为我们到我们这个世代 事实上资源已经被抢占到 你现在想要获得像上一代那样子 就很困难 可是上一代是在那种 顺畅的价值观里面出来 他就是会把这些东西归结成 那你就不够努力啊 你就不够努力 这是因为你不够 那我这样听到那种 卖房地产的在那边讲干话 你知道吗 你赚不够 所以买不动 动辄几千万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 谁能够 谁能够不靠家里面 然后就买一栋房 这真的非常辛苦 对啊 根本是不可能的 不吃不喝都办不到啊 对 所以你想要拥有自己的 那个什么 住的地方是很辛苦 根本就没办法 所以才会产生说 这一次的世代的人 就干脆就躺平 我就没用啊 我就无能啊 对 那 于是这个世代里面 就在告诉你说 这些鬼 他其实是在影射这件事啊 这些鬼都很努力的 要被看见 很努力的展现自己有才能 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 你只要被看见 大家都会觉得你有才能 所以每个人 无所不用其其 非常努力的拼命 做很多奇怪的事 然后你也知道这里面就出现 台湾人的那种小聪明 你知道 就事实上 这部片的鬼 没有一个是有才华的 每一个都是棍拉靠拼的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张总冬 他的那个才能 他折腰 那不是才能 那个事实上是很努力 硬弄出来的 对 那凯撒那个什么 然后那个 诶 杰西卡呢 杰西卡事实上是靠着消耗 消耗别人 你知道 然后才得到的 你知道 所以他是 他这部片中是反派 所以他是靠着消耗别人的努力 消耗别人的干 然后不给人家放 不给人家放假 一直不断 而且那三个人来他这边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希望能够被看见 但到最后成为他的工具 变成他的变成他的替身 也就是说 被看见的仍旧只有杰西卡 不是这三个人 所以看到那三个人都很不开心 因为他们很希望 自己的那个什么原创 能够被看见 结果被利用来 成就杰西卡在前面 对 那 可是我觉得 这部片到最后 比如说同学他意外的那个什么跳楼 就本来是要跳结果抓不到 结果是撞到那个什么电 那个杆子就搓在这边 结果反而效果更可怕 然后还被电 然后大家都觉得超恐怖 意外红 意外红了起来 对 也就是他告诉你说 有的时候你被看见 你也是个意外 也不是说真的说 你一拼的就有用 有的时候是运气 然后勉迁实力 运气实力 努力 有的时候就是用血去换来 用血去换来 然后勒 再来一个点 就是 里面讲到一个那个同学跟他 为什么死掉 其实这个同学为什么死掉 其实是让人家想一想 就觉得他其实 把那个什么 上一代对这一代的那个什么 期许 就是上 太深的期许 然后导致压力过大 然后当你完成不了的时候 你就又很 你会觉得很痛苦 你觉得你对不起 你觉得对不起你的长辈们 像这个 王靖所演的这个角色 就是从小爸爸就说 你以后可以成为很棒的人啊 然后那个这个柜子 都是你以后的成就 这个柜子留给你 都是你的 你可以看到上面 全部都是他的姐姐的奖牌 然后妹妹就一直没有 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家人 然后所以他就一直活在他们的阴影底下 然后爸爸妈妈就是你棒啊 然后可是 他可能练的非常多 试的非常多次 什么都不行 什么练音乐也不行 然后 成绩也不行 然后那个时候 甚至活着 那个时候让爸爸妈妈开心 也是不行了 他就是把一个画掉这样子 然后爸爸妈妈那个时候 爸爸还特地偷偷做一个奖状给他 那是一个他 最后一直被世间记得的 他是唯一得到的奖赏 努力讲 对那 而且还是爸爸给他的 然后 这一段 可是你可以从爸爸 事实上每年都一直不断的给他 东西吃 就知道爸爸事实上超想念他 可是呢 同学不敢回去 这个王靖不敢回去 为什么 一回去压力就大 压力就大 压力就大了 然后 但是你知道看到这一点 其实里面有一幕也是 让我觉得有点 啊 可爱啊 又可怜 当王靖得到了证兆 得到了那个什么 得到了第一 就是因为他这样子 那个什么 误打误撞 而红了 拿到了一个证书 他回去 他就突然间 跑回到他自己原来 撕掉的那个家里面 那个 他爸家里面都已经搬走了 然后只剩下 那个柜子还在那边 他把他自己的征兆摆在上面 这是他死了以后 才有一个被大家记得的荣耀 被这些鬼们记得的荣耀 他把他摆在里面 就说 他觉得他没有对不起他爸爸 我真的觉得那一段就是一种 那我这辈子还是做了点什么 然后让让你们 我被看见了 当我被看见了 爸爸他们就开心了 我就有存在的价值 对 这其实有点伤心 你知道 你我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想说 人啊 台湾的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吗 你就是很希望 被你的爸爸妈妈肯定 被长辈肯定 你才有存在的价值吗 你难道就不能够 你自己喜欢做了什么 然后你有存在的价值了 你自己相信你自己在 你才在啊 这还是回到《银翼杀手》里面讲的 那个东西 我失而故我在啊 不是别人失你 然后你才在啊 别人看不起你 没有别人也会 因为自己的理由 故意表现得 看不起你的样子 所以你根本 不应该去期待 人家看得起你 尤其在这部电影里面 这部电影里面 人家看得起他 这是一种叫什么 在电影里面的粉红泡泡 你知道 现实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知道 现实生活只是 现实生活 人家看得起你 是因为你在 对他有利 你知道啊 他为了得到这个利益 他会很不用 无所不用其極的 奉承你捧你 让你飘飘的 为什么 就是他们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需要你啊 对啊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这样 所以我就说你要交真朋友 交真朋友 人家不不从你身上求什么 你不从他身上求什么 然后彼此能够得到快乐 的对话 那个才是真的 而不是人家很明显需要你 然后就一直碰你奉承你 这个就是非常虚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开心 至少我自己会觉得 那不是真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 这个没有办法达到 让我达到快乐 OK 那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上一代 对下一代的期许 我觉得也可以在描 在那个什么 张荣荣所演的凯撒林 跟那个姚以提所演的那个解析卡 身上去印印证 你知道 上一代对下一代有如此深的期许 但是上一代呢 事实上有的时候也非常害怕自己失去存在感 凯撒林所演的鬼后 他为什么死不肯放手 事实上他很像很多 其实这也大概20年前 那个什么 很多奥莱坞电影也喜欢讲这个 像金刚狼第二集 就在讲这个 这叫做世代对立 就是世代呢 掌握了某个权力 但是他们不愿意放手 因为他们也很害怕 自己被遗忘 自己没有用 他们也怕自己失能了 所以他们紧紧抓住自己 到手的那个 的那个什么 位置是不肯放的 所以你看到金刚狼二里面 那个老人 不但死不肯放手 还想要回复青春 不但回复青春 还要娶自己的孙女 他就是想要一辈子 长生不老在那边 事实上 美国很多坏人都在演那种 渴望长生不老 但是这种情绪 事实上在凯撒林这个角度 就是他 他没有办法认可后辈 他就是无法认可后辈 因为他如果认可后辈 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恐惧 是不是代表我没用啊 所以他的心魔 他的心魔就是这样 他很怕被取代 所以他表面上 怎么样都不愿意让他过 然后杰西卡 事实上本来就是他的后辈 所以当杰西卡 觉得不被看见的时候 他用一种攻击的方式 跟就出去 然后成为他的那个什么 对手 然后一直不断 他就一辈子记这个丑 所以每次一看到他 两个人就在那边互相顶 互相骂对方 互相嘲弄对方 然后就制造起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氛围 事实上整 于是整个这个环境 就全都是这种 我那个少 你厉害 但是我就是不要让你看起来很厉害 我就是不想趁你的心 因为你曾经对我不好过 看一看就知道 他们这个恩怨 其实是自己造成的 你知道 你自己放不下这个 然后你不愿意 你的心魔不愿意面对 于是你就开始 一直不断的苛求别人 一开始不断的那种 一直不断的就是 算是欺负别人 你当你欺负别人 别人恨你 别人也就想办法 用攻击性的方法去弄你 所以你知道就变成 杰西卡成为了新的前辈 然后开始去欺负同学 他也成为那一个 这是一种恶性行为 他也不愿意别人出头 也不愿意别人 也不愿意承认别人也很厉害 那事实上 大家都是在这个 事实上 你可以看起来大家都很痛苦 就是大家事实上都很辛苦 大家事实上也都不愉快 然后可是呢 就是都会要沾一口气 然后互相在那边动对方 那你那个时候 马德多在这部片里面得到 觉得最最感人的部分 是因为其中一个角度 这个角色终于放下来了 就是凯撒林终于放下 他为什么你会感动 他做的事情是 你在世界上看不到的事 你只是在电影里面看到 我们在电影 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是很难碰到这种世代和解 然后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一个长辈和解的时候 长辈放下自己的心结 然后愿意余尊降跪 他的内心放下了他的余尊降跪 然后打算也承认 甚至在结晶卡面前承认 那个官呢 我就是不行了 然后呢 我今天成为了王靖 所以呢 这个同学 他的替身 所以那个首先 你就说他放下了 他就是决定他自己成为了 别人的配角 这样子 然后当这样子的时候 突然间一阵感动 然后同学要跑回来 就哭着跑回来 然后就觉得 那这一段当然就现实不太哏 但是你在看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很感动 啊 这个团队真是好 大家都是好人啊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小小的小 小吐槽啊 像里面有描绘啊 像那个瘦瘦所演的角色 我觉得他讲的话 特别惊烈你知道 柯果龙 柯果 他的角色叫柯果龙 然后他这 你可以从他的侧面故事知道 他应该 那个什么 呃 他死了可能世界还没有人 不知道他死了 就是 他常常回到网路上面 他在网路上叫做这个 无敌铁金刚吧 是吗 铁金刚 魔神 魔神Z 魔神Z 然后人家讲说我还已经死了 那么久没出现了 你知道他真的死了 对 但是他就是那个什么 每当到中元节的时候 他就回去 回到线上去跟人家那个什么 对话一下 你知道 然后呢 不过里面也有几段了 因为他在这一个 team里面是专门做那个后勤支援的 就专门制造灵烧现象啊 然后或者是安排衣服还帮他烫好这样子 然后那几个女生啊 凯撒林跟王靖就是跟白白就在那边呢 你那个什么 讲的那么简单啊 为什么你不自己来 你知道 然后他说 你以为我们真的想要自己来就在自己来 这个世代 那个什么 只有女鬼才吃香 男鬼根本不会被看见 根本就权力结构有问题 你知道 我那时候讲的 他讲的就是整个YouTuber就是这样子啊 当女生比男生 女生比男生容易红的太多 你知道吗 这完全就是 为什么 所有人都比较愿 所有人都比较习惯看女生啊 所以你看到这部片的三个女鬼 你知道 他其实在影射这个 鬼界 就是女鬼最红 你知道 男鬼 你看男鬼什么时候有出现男鬼吓人 全都女鬼啊 男鬼都还要假装成女鬼 你知道 那时候想要干 所以你知道 像陈柏林这么帅的鬼 就 没有办法吓人 你知道 于是在鬼界 没用 你知道 他在里面 其实有稍微刺了一下 你知道 然后不过 陈柏林呢 刚刚一直想讲陈柏林的事 你知道 许幻强帮陈柏林拍的那支MV啊 你知道 他其实就是把1990年代的那个什么 我们常常看的MV给弄出来 你知道 那个还 那个还没有太多特效的年代 你只要那个什么能够去背 就已经很厉害 所以你在去背后面就用很迷 就用那个走马灯的画面 你知道 然后呢 通常那个MV都是在一个棚内 一天内就差不多拍完了 然后镜头摇来摇去 然后 因为我 嗯 怎样 因为我在传播公司工作 传播公司工作的其中一份工作 就是整理袋子 然后我就整理到很多那种袋子 然后整整理到那种袋子的时候 就真的很有感触 你知道吗 好多你没看过的人 知道 好多你没看过的那种那种 一片歌手 知道 然后这些一片歌手的那个什么 音乐的那个特色是什么 你知道 音乐很容易就忘记 那个歌很容易就 就很容易就忘记 那 那陈柏林这首歌也写的很特别 就是 完全没有让你记得住的副歌 然后呢 他唱的歌呢 基本上就是 我那时候听他唱 我就觉得好烦 你知道 一首让人家记不住的歌 的特色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 他没有高 也没有好听的副歌 知道吗 有的时候没有好听的副歌 到最后你总要抬高一点嘛 对 然后你看他在唱的歌 就是唱一唱 感觉起来 这个 他这个旋律接下来 应该要往上拉了吧 就 那种不是那个时候 相形 就上去 没有 没有但是他就是故意不上去 相形 然后想要干 是不是这样唱 当然没有人记得你啊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个 不会红的歌手的MV 你知道吗 就是他 他连写歌 他也刻意的 写的让你记不太住 你知道吗 好多这种 我在整理MV的时候 整理过好多这种 你知道吗 就是啊干 这个唱歌真是 也不能说难听 就是很无聊 然后每次看文案 文案很明显 就会写的很多那种 哎呀 这个时候 当他出来的时候 旁边都是尖叫啊 你看 都是尖叫啊 我那时候看就知道 这个文案硬要讲得他很厚 事实上就是 没什么人注意他 你知道吗 所以我有 我有几个那个时候 印象深刻的案例 但是连名 连脑袋也记不起来 他名字 但是他那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我还真的有看到他 一直不断去上节目 之类的 然后每次上节目 然后那个DJ都会 哎呀 这个是那个什么 当红偶像好棒 然后我每次在外面就 干他谁啊 完蛋 当然 我可能有点先入为主 因为那个什么 来的都男生 你知道 然后男生每次都会觉得 你这男的也没有很帅 你知道他歌也没有很好听 他到底哪里红 对虽然后来过几年就证明 他真的没有办法红 红不起 好吧 这个我觉得他有抓到 徐漢强特地帮他做的MP 实际上就抓到这个 对 但是虽然我觉得他最后 在那边一直不断重复出现 真的会让大家有点薄灶 就是 哎 这部片的前面的那个前导 他前面是不是有做一个前导 MV给你 前导短片给你看 就是 前导短片是针对电影的 不是MV的 电影啊 电影啊 就是有一个好像跟一个鬼 然后在练习什么的 然后结果后面遇到一个人 然后那个 他就是瘦瘦啊 哦 其实那段很无聊 哈哈哈哈 你说 那段前导 讲话 对对对对 就是在那边那个什么 肢体动作 老实说那段我觉得很无聊 嗯 就是 我那时候还甚至有点担心 天啊 你MV要给我看这个 很危险耶 哈哈 不是你前导片要给我 不是 我是说如果你预告要给我看这个很危险 哦 就是他之前还有几段那个什么 那个 什么 七月八 八月七号不会上映 然后过一会骗你了 干 这个不好笑 嗯 这我有点担心 如果你要拿这个当广告 不好 对好吧 那个好家在他的本体没有这么糟糕 然后 对 他前导到底怎么回事 他前导为什么要用这么无聊的东西 本体好太多了 对啊他本体很好 前导让我觉得天啊 这是一个超危险的前导啊 拜托不要随便 不要觉得这行 不好 老实说我就我就 就是从业人士跟一般人士的差别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拿去给那种平常不在看的 他说这预告看起来很无聊 你知道 然后他一讲我也说 对我也觉得好危险 但是因为有王靖跟陈柏林 所以我还是去 但是好家在没发生 好家在那个不差 好家在是棒 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给我一个 只给我那个前导预告 然后 然后还不是 没有王靖跟陈柏林这个 我要去看他们 那个先入为主 比如他讲张瑶 比如他说是张荣荣 那个姚以提 白白 然后或者是那个什么 瘦瘦 然后没有这两个人 我不会去看 所以我说这很危险 就是这个就是广告 预告片是电影的广告 千万不要 千万要小心 一念之间 就可能让人家对你干 这个不行 是吧 对啊 好吧 Alright 好了 这个还有时间 那个是吧 接下来 我觉得他是值得推荐 我觉得值得推荐 一看的电影 但是现在 因为他在八月七号台上 也就是说他想要利用这一个月 他想要利用这一个月来做口碑 对 所以 加油啦 我现在给你好的口碑 我现在给你好的口碑 对 对 不知道 我刚刚也讲了 之前月老 我就觉得这个很棒 我应该来写一段 这样子 对 那 那个 你知道 当年的心境跟现在的心境不太一样 对 我现在对于YouTuber 有点小小的心灰意 就算了 我要躺平 干 追群流量 把自己逼得快挂了 烦死了 好吧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 如果你想做的事就好了 不要勉强自己 乖 好吧 好啦好啦 现在这样了 3点31分 我干也是6小时 我明明也 我明明也轻松了而已啊 好吧 那 等一下 我没讲完 你还没讲完 好好好 事件之后的小故事 我想趁现在记忆一下啦 因为冰淇淋 那个记忆症憨热的时候 我想要记忆一下这个片段 就是看完之后我很开心 对不对 然后 我就 等 所有东西都播完之后 缓缓的跟着离开嘛 那 因为说 工作人员知道我也叫马哥走嘛 然后他也知道我是谁嘛 所以他问我说能不能去录一下观后看 我说OK啊当然没问题 因为我很喜欢这一部电影 所以我当然很乐意去录一下观后看 嗯 那不过因为 那现场 真的有点混乱 嗯 人真的多他不行 然后他架拍观后感的地方 人要走来走去 所以一直都没有拍 一直都 那加上又一直有人被拉进来拍观后感 然后我遇到那个柯梦龙啊 一些其他朋友也 被拉过来 錄干嘛的 那不过 因为毕竟还好 我认识的人还蛮多的 所以被拉过来的也蛮多是我认识的 所以就刚好在那边聊天 就慢慢的那样子 然后517就很好 我想录完观后感就走吧 因为想说应该不会有什么 应该不会有那个演员出来 跟大家干嘛 这类的 因为在戏院已经有十几分钟了 想说在外面应该不可能 嗯 结果没想到他们真的出来 他可能我觉得 应该是看到太多人在外面都不走 哦 所以他们就特别出来一下 哦 对然后特别出来 就刚好我那个位置 就刚好可以堵到所有人 嗯 就因为我没有走 然后就运气很好 就刚好他们每个人出来 然后每个人出来之后 我没有 第一个出来是陈伯龙带着张龙龙出来 陈伯龙带着张龙龙出来 然后刚好陈伯龙跟我十几年前 我就有去 十几年前有部电影叫《变身》嘛 那时候我就有带光 那时候我就有带一些东西去他们休息室玩 嗯 然后有带光剑过去 所以那时候陈伯龙就有玩过光剑的 嗯 而且很好笑的是哦 我第一 我昨天看到陈伯龙的 当下 我脱口的第一句话 居然是好久不见 哎呦 是确实有一阵子没见 我认为他 因为但是我知道他应该不太 你再担心他不记得你 对啊 没有 可是你辨识度很高啊 但是我觉得你辨识度算很高了 嗯 好吧 对啦 我时间结果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没错 但是 因为毕竟他很 他是一个 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了吧 我觉得 他不记得我也很正常 因为已经有太 一定有太多人 会去 嗯 给他做干嘛 嗯 他这种level的人 嗯 不过 很好笑的是 我跟他脱口第一句 我就讲好久不见的时候 嗯 他居然也是怪狗握手 好久不见 然后他就立刻跟 旁边的那个张隆隆讲说 哦 他是那个 之前变身的时候 有带光剑过来啊 然后有些大概就是 都讲各种 感人 还记得 还记得这细节 好清楚 好 他记得很清楚 嗯 张隆隆 介绍张隆隆 介绍 介绍 张隆隆 我说我是谁的样子 我当下是吓到 记得好清楚 对啊 可是 我就做了一件 比较蠢的事 就是因为我当时看完之后 我对张隆隆真的是好开心 我觉得好 我觉得张隆隆好棒 然后我就立刻跟张隆隆讲说 呃 就陈柏林介绍完我之后 我就立刻跟张隆隆讲说 哦 我好喜欢你那一段 那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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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然后就开始在聊 在聊哪一段 让我很感动啊 干嘛之类的 我没有 我就把整部的一亮一天了 啊 聊到就是 聊了也是一分多钟 啊对对对 那我刚刚趁快趁这个时候拍个合照 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撑合照 可是聊起来的嘛 而且也开心了嘛 而且很想把这一刻记录下来 就干脆拍个合照 然后拍合照 拍合照的时候 他就这样说OK嘛 然后OK之后 结果就突然我就很损的是 我把合照按成的那个录影 就不小心按成录影 就按下去之后 诶我没反应 然后陈柏林看到是录影 然后我们都配合录影 做了一些动作那样 哦 所以他知道录影 然后知道你在录影 对对对 他还特别 他还特别 就是随机一片的做动作那样 哇干 陈柏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第一他记得我 然后第二他会看状况随时去调整 因为说实在话 他就算记得我 他应该也不会觉得我对他有什么影响 因为毕竟 你知道就是 我就是 他并不能圈子的嘛 对不对 对啊 但是他就很nice 他很nice 然后再来针对张隆隆 我也觉得看到他的时候 我说嘛 因为这一部 我有被圈粉 所以之后他如果有再电我 我一定会去看 而且我这一部也一定会去二刷 甚至三刷 而且我都已经约 我这一公女朋友约好了 嗯 我们要穿的水手服去看 哈哈哈哈 那最后一部 如果大家一起追车 对对对对对对 我决定要穿的水手服去看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何安造就不好 因为我看到他们要去跟其他工作人员合照 因为他们有拿宣传牌出来 我想说就不要打他 那我跟其他剧组人员合照 然后他们一走 没有 结果 王靖就在后面 嗯 王靖 我就跟王靖就在他们走了 马上就跟他出来了 嗯 我就看到王靖之后 我又看他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他讲说 哇 看到底有真的好 我就立刻讲说 这一幕怎样 然后那一段 他好开心 然后又跟王靖在那边聊了一分多钟 天啊 哇 他有任 他 嗯 应该在讲 我在我的感觉 我觉得王靖对我是比较属于那种 因为第一 他跟我真的不熟 嗯 第二他跟我真的不认识 嗯 第三他应该觉得我是一个粉丝 但是 嗯 他 他在听我讲话的时候 我感觉到是比较客套型的那种聊天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对对对对 因为他是很可爱 所以就原谅他 不是 哈哈哈 然后我跟他说 你跟我合照一下 他当然也是很累很OK 嗯 嗯 反正就很好 现在就不小心就蹭到了合照 哦 对啊 可是更好玩的在后面 啊 更好玩的 更好玩的是因为 我都合照到了嘛 刚好看到导演在前面跟大家合照 我说真的 我觉得这一部导演的功劳也很大 嗯 所以我也想跑去跟导演合照 嗯 然后去跟导演合照之后啊 刚好导演在那个力排前面嘛 对不对 然后我女朋友也想跟导演合照 然后我们就去导演合照 然后我们就去导演合照之后 想说我们自拍 欸 镜头不够远 没办法整个力来下来 我就刚好看到前方 有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人 然后有点灰白头发 我想说我去跟他拍拍肩膀 请他帮我合照一下 嗯 嗯 结果拍肩膀之后啊 反过头来是谁 你知道吗 嗯 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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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啊 哦 好吧 我当下转过他 当下所有人都慌了 你知道吗 嗯 就是 全场最大可能有人不知道他是谁 全场最大卡就是他 全场最大卡 他可以发软 他可以不离软今天十年的那种人 哈哈哈 好吧 就是 想过他 就是 好笑 就是 不过烈姐人也蛮清晰 他说好大家没问题啊 我就 不不不不不 我既然都是你的 我当然希望你来得跟我们合照 那样子 哎呦 我就很像是蹭到了导演 蹭到了导演跟烈姐的合照 我就哇好开心喔 我都合照到欸 对啊 一一一到之外的 我就可能玩的都好开心 不过 有一个小小遗憾 没有跟杰西卡合照到 因为 剛好杰西卡在那个 张隆隆跟王靖的后面 那时候因为人太多 就不小心 应该这样 我在跟王靖聊天的时候 我看到杰西卡就默默走过去 我其实也很想跟杰西卡合 但我觉得他演的也不错 嗯 可是因为就是 可是因为毕竟 好像是王靖 我就很难 很难放掉王靖去拦他 你知道吗 哈哈哈 所以就啊没有拍的 好吧 因为江湖第一 我觉得不好意思的是 他毕竟里面是配角 嗯 可是我也蛮喜欢他里面演的部分 嗯 但是他就因为我是在跟杰西卡聊天 他就默默被走掉的时候 我相信他可能会 他可能不会想理我啦 因为毕竟那个嘛 但是我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想再去跟他合照一下 因为我也觉得他演的不错 嗯 这部电影的每一个角色 我都觉得蛮喜欢的 嗯 所以真的有机会 我都很乐意 我都会想要跟他合合照 留个年纪念一下 嗯 嗯 他只要纪念一下 这个试骗完之后的小小的 嗯 小小的小插曲很开心 好吧 真的好开心 嗯 好吧 通常这种场合我都不喜欢 好开到烈结 我 我最害怕这种场合了 我不想要 嗯 就是这种 大家过来寒暄热闹的 然后 我都会下意识躲避 你知道吗 因为 要不然在一开始 当年斗鱼的时候 就是 斗鱼当时 其实 嗯 斗鱼当年 我其实觉得很可惜啦 我其实觉得他很好看 嗯 然后我那时候被邀去看的时候 大概也已经是特应长 很厚便 他可能就是 叫没有 他需要先口碑 然后我小弟 我那时候也名不见经传 然后就突然间被邀去看 然后王晋他们还有特别出来 你知道吧 然后那时候 嗯 嗯 然后要 要讲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合照 那我就躲开 你知道 你知道 对我来说 你知道 如果想要评价 想要聊他们 想要评价他们 我最好躲在远方 好好偷偷的看着他们 就好了 嗯 当然啦 我也曾经有大头症的时候 大头症的年代 就是在自己 刚进匹 你有过大头症 有啊大头症的时候 在自己刚进匹匹当自片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 看到九把刀想要过去跟他聊一聊 对啊 对啊 那个时候就有试着要去 诶 我也在做 但是现在 收心收心了 现在不要想这些有的没有的 这些是 这些是心魔 这些是心魔 跟朋友一样啊 什么好 没有啊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会像 跟朋友一样的 跟你对话 就是一种礼貌 他就是会礼貌 然后我后来就是也大概发现 在这种情形底下 事实上都大家都是非常的商业的 大家非常的公关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渴望跟他有 朋友般的对话 那我觉得这种场合并不适合 对就是拿不到 这种对话 我自己个人是希望你可以跟我好好聊聊 但是你们的工作场合 嗯 我觉得那个啥跟你去聊 你也可能很难 比较难 对 老实说啦 嗯 像那个啥前导愿意来这边 讲他的心事 我可能还反而是很开心的 因为 他在我面前掏心挖肺 说出了他自己内心深处最痛苦的那一块 然后我其实 就是 那小弟是何德 而何德能 对不对 就只好当个张老师 对 我也的确姓张 张老师 那个 我听你说话 听你说话 对 但是那个当然啦 他回圈三个小时的时候 大家也会容易失去耐性 对 但是人家是心情难过嘛 对不对 心情难过那听听你说什么 但是 我也不会说谎 我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你就可能会直接说你什么问题 我只能说 我对你很诚心 诚意 也的确很想跟你交朋友 对 那可是你有什么问题 我也觉得我如果这个时候假装你没这个问题 那其实也不是很朋友 好吧 至少不会批判你 我也觉得不会那个什么 觉得那个为了要伤害你 就伤害你 对 讲什么话 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都是真心诚意 觉得我 你觉得你那边可能真的有问题 好吧 好啦 好啦 我希望那个少 这也是那个半瓶珠 为什么变成了 director breaker的原因 老眼破坏者 我真心的希望有些人能够放下这些 然后就跟我好好就聊聊 你们本来做什么 什么之类的 对啊 必须要他们有闲 有闲时间 不然像现在都已经要4点了 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人可以这样害我 好吧 差不多了 下个礼拜我看一下 下个礼拜应该是龙卷锋 嗯 这个年代真的是 哇 国中时候的回忆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 龙卷锋 龙卷锋应该是在95年的那种 那个时候 他跟i4同一年 1996 96年吗 对对对 95年是第五元素跟不可能的任务 对啊96年 不可能任务跟ID4跟龙卷锋都同一年 诶 ID4也是 那ID4是在早一个月吧 那95年 对啊95年不是第五元素吗 好吧 诶没有95 第五元素已经比较后面一点了 是吗 好吧 那我就忘记了 95年有什么啊 95年是什么 英雄本色吗 那个什么 对对对对 没有奇博训之英雄本色 可是那个也是很后面 那是十月以后的死 那之前是什么 当国 96年 96年 当年那个 暑假党蛮强的 有决地任务 对啊96年是爆炸期啊 96年是爆炸年啊 有龙卷锋不可能任务啊 还有ID4啊 因为从96年以后 我才开始很认真的 每一期党籍都去注意 所以96年之后的 我基本上都记得住 从ID4之后 然后就是那个 绝地任务 然后第二年 就是那个什么 97年了吧 97年是那个什么 彗星撞地球 彗星撞地球啊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什么 98年吧 诶 诶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98年是 世界末日同一年 世界末日98年 啊97年是铁达尼啦 干天啊 你跟星剑战将 星剑战将 星剑战将 还有那个 空军一号 同一年 空军一号 是秋季党 秋天党 十月的时候的片 对啊 然后在99年 就是那个什么 妈咪 妈咪 就是那个什么 神鬼传奇 哦干 超厉害的片 你知道 好吧 因为99年 我那时候 特别有印象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大学了 然后我 还实习 数期十期 都没回家 然后就睡在学校 对 然后那时候 大家一直在讲妈咪 这部片 好吧 好了 同一年 还有首部曲 经济大战 首部曲 经济大战 首部曲 99年 99年 然后再来是 骇客任务也是 骇客任务好像也那一年吧 还是2000 是99年 99年 对啊 好吧 总而言之 那个时候一部国中时候的片回来 高中时候的电影 对 那个时候 而且叫做龙 龙卷风暴 台湾给他 还原名称 可是他英文片名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 TWIST 都是 双龙卷 我不知道他这一次会不 会再找回马克曼希腊来做音乐吗 好像不是喔 当年马克曼希腊是那个 算是那个 绝地任务的 那个什么 就是汉斯基默他的 那个什么 合作伙伴 他带出来的啊 算带出来了 可是后来就 他前年 他之前就是 刚开始的话 就是前面他有跟洋迪邦合作那个嘛 换位战警 对对对 两个合作成功 之后再延续 接下来 没有那个龙卷风的音乐 后来常常在 通事夜线新闻跑出来 好不好 通事夜线新闻 又随便用一下电影音乐 你知道吗 我发现小A 最近是文艺复兴年 很多人都要重置 火山爆发什么都重置一下 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蛮好看的 火山爆发蛮好看的 而且那个时候也是撞双包啊 那时候有天风地裂 跟火山爆发两个 对啊 你从皮尔斯布洛斯奶跟 尼达汉米顿 对啊 嗯 然后那个什么 至于那个火山爆发是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双面人 当年的 那叫什么名字 靠我忘记 汉米李琼斯 汉米李琼斯 你怎么 然后女主角是已经过世了 那个 安海气 安海气过世了吗 他不是过世 过世了 他不是前 前年过世 没有特别注意 安海气过世了 真的吗 2022年 不过他后来也是 有点淡出演艺圈了 因为安海气跟那个 那个什么 是男 是女女朋友啊 你说艾伦 对艾伦 因为他 因为他 那个时候是 已经出柜了 所以 他后来拍的那种 那个什么 爱情喜剧 我就觉得 这有 他就不是 他就不是异性恋啊 所以那时候看 六天七夜 好像我就觉得没什么 觉得怪怪的 好吧 安海气那个时候很漂亮 好 很美 看起来很美 就是那种金发 金发的 然后那个 几乎表 那个脸上几乎没有任何的 瑕疵的美女 对 好吧 好啦 好啦 好吧 那就先这样子 下个礼拜 如果看到龙卷风暴 以后 再来看 龙卷风暴 我比较期待 那个 那只牛 会不会再出来 他这次是火龙 他预告片里面是火龙卷 火龙卷 我那时候就觉得 呃 他们现在这样子有点危险 因为在 96年那个时候 这样子的特效非常厉害 对 嗯 可是当年龙卷风 事实上 基本上没有什么 很很强的故事 你知道 他真的就是等着看那个东西 对 只是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 很有朝气的那种味道 就是这一群 追风者 事实上是疯了一般的那种 很 就是感觉起来一听到龙卷风 然后眼睛就放光了那种 就开心 就去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各种 哎呀这好危险啊 但是很棒啊 你知道我们终于抓到 我们看到啊 对的那种 你知道就里面也没有什么爱情 里面也没有什么凶杀 你知道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一群那个什么 嗯 龙卷风仔仔们 听到龙卷风就准备要上 你知道 的那种故事 你知道 这故事超单的 但是 哎 但是看的蛮疗愈的 你知道吗 对 好吧 不要忘了里面 也是有奥斯卡因 还有康特啊 还有比尔派斯顿 对 比尔派斯顿也过世 也过世 对啊 好吧 好啦好啦 这部应该是比尔派斯顿 唯一一个 唯一一次当主角 我印象中 他大部分都当配角 比尔派斯顿后来自己当 当那个什么 有当导演 自己去拍 去导戏 只是就是 他都是小型成本片 那 可是小成本电影 事实上影评都还不错 对 所以 可是就是比较可惜 就是他那个 就早 英年早逝 所以很年轻 就算过世 61 好像只是 动手术吧 就是动手术 然后就那个 好像有 好像有那个什么 有有有有问题 没有弄好 就死掉了 好像是并发症 还怎样 对啊 好吧 就据说他去开胸之前 还觉得不会有事 结果的讲句话 就没回来 对啊 好吧 OK 我对他最后还有印象有进电影 应该就是明日边界 演了很急车的司官长 比尔派斯顿事实上 一直是 算跟那个什么 我们魔鬼终结者的明导 那个 詹姆斯卡麦隆斯 那种固定合作对象 对啊 有好品人 合作好几部啊 魔鬼终结者嘛 一行二他也有嘛 对啊 然后他还要演那个啊 魔鬼大帝 魔鬼大帝 他在那边 我记得他是演那个 想要撩拨他太太的那个人 想要撩拨阿诺太太的 然后那个趴在他身上 然后被阿诺那个什么 抓起来揍 就是里面在那边一直讲话 阿诺超不爽 就要揍一下 然后就脖子断掉 死在那个地方 然后结果是存在于阿诺的想像 里面的那个男人 对啊 他后来还有一部 戏份比较多的那个什么 猎杀U571嘛 他也有个剑掌 哦对 但是 我觉得那部片不好看 哈哈哈 因为你已经看过比他更厉害啦 什么赤色风暴啊 猎杀红色 我看过比他厉害 但是 那就是他拍的不好啊 把他能 可是 说起来那个什么 赤色风暴也不是什么 其实好像票房跟口碑 其实还都不差 不然你问现在还有谁 记得U571嘛 他当时票房好 就是到最后显然 就是那个 我就觉得 我知道 但是我没看过 对啊 就是你们 你们现在还可以一直了解 赤色风暴 但是跟你讲 猎杀U571 可能好像很多人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部很容易 就会被世界遗忘 哈哈哈 这就是 那没办法啊 你同样等级 同样类型的片 你大概只会 记得比他厉害的那几部 对啊 他就是没有到达厉害 所以我那时候对他没感觉也是合理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 显然他就是出了问题 你知道吗 好啦好啦好啦 OK 好啦不要再聊下去了 那个什么 下个礼拜 来回来到龙卷风 我们该睡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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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顯然是沒試騙就上了 也許有試騙啦 但是也許沒有妖物 也許沒有完全沒妖物 但是話說回來 我其實一直 搞笑沒有 因為我是沒辦法 對但我一直有拿到 腦筋急轉彎相關公關稿 也就是說迪士尼並沒有忘記我 他一直在丟東西給我 但是他就沒有刁邀約 那也就是沒辦試騙 當然也有可能是有辦試騙 但是不找我們這種人 對那那個什麼 所以我並不確定他在14金剛才會 是不是會做試騙啊 他也許有開始採取不一樣的行銷操作啊 對不對 可是我在捷運已經看到 有拿一堆那個海報貨 沒有那個那個是先訂票啊 那是訂票啊 那是預售票 預售票 對 也許他們 也許他們覺得預售票 那個什麼 可能比較賣錢啊 對 對啊 對啊 我只要賣預售票就好 為什麼還要找你這種 你們可能會講 講我們壞話的人去看電影 你們又不付錢了 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也不是 如果他們真要這樣 我覺得也不能夠怪他們 你知道嗎 真要找 他們可能就是找 蔡依林周杰倫來看完說很好看 搞不好就比我們效果更強大 打這要錢啊 他們有的是錢啊 有的是錢嗎 那那個什麼 就在我們臉上沒有這個效益啊 不想太多 他們很摳的 對啊 也是最有可能就不找我們 對不對 我們沒有什麼效果阿 你知道 就是當年在當年你做YouTube 可能就可能還可以達到一個幫她做個五萬六萬點禦率 你可能再還有這個價值 你要看清你自己 你何德何能 人家要請你去 一天到晚就有很多人說 誰為什麼不邀我 人家為什麼要邀你 我現在都抱持著這個心態 就有人 我看到有人在抱怨說 就影片的人在那邊大聲 誰又不邀他 我想說拜託 我們這種人 我們這種人只會講人家壞話的 你 人家要來邀我 我都覺得感恩戴德 我都不敢說我幫了他們多少 因為有的時候 我覺得我講出來的話 感覺起來好像也沒有在幫他們 人家還願意 人家還願意邀我來我事實上是敏感五妹 但是我也不會因為 你要我來我就只說你好話 就這樣子 所以應該 人家會比較喜歡 膝關節 去看 我得說 膝關節在他的 工作環境他 可能是沒有辦法 說不好聽的話 人家是隱城公關 人家是隱城公關 好 好吧 好啦好啦 那個少 非得去睡不可 明天我要去找油漆 明天要挑戰一下 好啦 千萬別抬頭 不要我要抬頭 我要勇敢的抬頭 有問題就要改變問題 要改變情況 不要那個少 不要再蠻憨了 就這樣子 晚安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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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sam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